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需要再说清楚 因为我等一下有事情要办 可以了吧 我已经跟他们讲了 可以看到吴茂坤今天 一开始遇到记者的时候 他不愿意再对把管或者是任何的事情 他甚至一度是跑给记者追 最后才慢慢地对这个记者来 表达自己目前的心境 另外一方面在中研院院士最后的大合照 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陈建仁 照例要陪着院士拍一张纪念照 不过刚刚发生了一个插曲 也就是有一名男子 这个假装成是路人 在这个靠近总统大约20公尺的地方 直接放声高喊 蔡英文还我年金 因此造成为爱跟警察非常非常的紧张 赶快把他带离开 因为这个距离总统真的是太紧了 赶快把他带离开这个旁边右手边的通道 那这名男子他自称他是中研院退休人士 不过不是院士 最主要这次会冒险来进行抗议 就是认为自己的退休金大概算一算 已经少了一万多块 让他相当的不服气 所幸总统很快的拍完照之后就上车离去 心情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这样是目前最新情形